像一部机器一样 拼得真狠 局面还是很困难 左边的红球 这种红球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并不是很容易打 因为这个这种红球空白球并不是很好空 好球 如果想去叫中代的红球 还是打了黄球啊 比较容易叫 下方的这个红球堆 总感觉有点别扭啊 都是互相咬住了 这一点一点从这个粉球的附近啊从上往下摘 嗯 这粉球的 下方的红球必须要解决 来了 刚好避开中代的红球 这个位置走的还是比较漂亮吧 嗯 还是不错的 他现在还真是这个 整个局面的比较关键的一颗球就是粉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 还是先处理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这个就 打进之后呢 这个整个局面就会容易很多 结果给自己叫了一个厚思诺 把球员需要立起来 不用强球只要推进就可以 本球的右侧底带已经是有下球的路线 先打左边的红球 稍稍有点够着 其实这个斯诺克选手 刚才看了傅家军的表情啊 让我联想到斯诺克实际上 有的时候很折磨人 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业余球员啊 或者说那个爱好者们去玩的时候 就觉得很很有乐趣 对于职业选手来说是一件 相对来说比较压抑的运动 对 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不能控制太多 还要有一点兴奋 是因为职业选手他们很清楚自己 正常的水平是什么样的 在有状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当自己很没有状态的时候 这个打出的球很有可能是 这个非常业余的水准啊 自己很难接受得了 嗯 出了问题啊 就是打彩球的时候 这个力发的有点硬啊 再来看一下 马克戴斯这应该是想让白球多往下走一些 嗯 较到一个比较舒服的 红球的位置 结果这个红球呢是 走到了 帮助傅家俊走到了 粉球没有打进 就这个业余选手 平时在打球的时候并不是很 他 说这个 比较直白的话也不是很较劲啊 嗯 如果不较劲的话就体会不到这个痛苦 真正体会到痛苦的人是较劲的人 那必须要打好 尤其是职业选手 他必须要打好才可以获胜 那才 才可以这个 算成是对得起这个自己这个职业啊 那有的时候你好好去想想作为一个职业选手来说的话 自己的工作如果 做不好的话 那其实 真的很 很别扭 没有强球 做一根反角红球 相连的两个红球啊 库边的这个红球是难点啊 嗯 看这一杆球 可以去 勾肝 应该是可以带一下粉球 17 这根带的还挺漂亮的 嗯 篮球如果是直球的话可以是定在原地 叫 左边的红球 如果是带一点角度的话呢 可以中低竿 做到 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 22 但是走的稍稍多了一点啊 这红球形成了一点反角 嗯 打厚了 小一票 就看着好像要不进去的 嗯 明显的是打厚了啊 咱再看一下 有一点静电 因为静电的体现就是 就是 机球 机到目标之后呢 会变厚 但是刚好还是在这个进球范围之内啊 傅佳俊打完以后起身以后也做了一个鬼脸 嗯 觉得自己还是很有运气的 这根静电 不至于 给对方机会 现在这个架杆 这个架杆要小心 这个架杆的角度啊 稍稍有点别扭啊 如果想叫黑球的用中低竿叫黑球左边抵带的话需要发力 如果想叫这个黑球右边抵带的话呢又需要收力 比较 别扭的一颗球 可以 还是选择叫 左边抵带 哎呦不仅是没有打进 而且 给马克先留了一个带口球 嗯 给马克带威斯 对 嗯 那这就是发力啊 因为这个白球和红球之间的角度不足够啊 不足够让白球能够 很顺利的走到黑球的 这个右边啊 所以 想偷一点位啊 这这一杆的稍稍有点多 白球很到位但是呢 红球打薄了 没有打进 现在篮球的角度很还是很不错 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可以高竿推移裤起来 来做中代的红球 如果角度合适的话呢 可以直接蹬竿 马克带威斯选择打粉球啊 打粉球直接先去解决下方的 和红球 但这个选择明显是不够好啊 太着急了 太着急了 他算这个如果想要获胜的话 怎么也要打到彩球 所以要所有的红球都要解决 对 但是这一杆球粉球的角度并不是很理想 如果 白球和粉球之间的角度再厚一些的话 那么这一杆球就不难叫 但是刚才这个两个球之间的角度很薄 所以还不如刚才去叫中代啊 马克带威斯选择打粉球 马克带威斯选择打粉球 两个人决赏局 都是 这个 相互 交换这个机球拳 已经来回了好几个回合了 哎 力量差了一点 啊 马克带威斯现在可以选择黑球左边的这个红球来做防守 比较冒险 这一根球 嗯 选择打 相连的两个球 薄鞭 相对来说这样的打法 还是比较保险的 但是呢 并不够主动啊 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马克带威斯一个远潭的机会 也许 我心里的 很容易 比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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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